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妈妈抛弃了他 大哥你来我 我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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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那个小男孩 是叶佳辉 这个F5是之前试解那个来访者吗 这么早去送到案是什么特殊的案例吗 在取要的登记表上看到了姬教授的文字 佳辉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我绝对不会再提供有关我的来访者任何的信息 这背后肯定还隐藏了更大的英文 你想知道的都在这里面了 谁给你的给我住口 傅棠就是姬教授一直在暗中保护和研究的那个病人F 这个人是谁 你最近经常去疗养院找的就是他对不对 很巧的是 他也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您自己有个孩子吗 儿子 他只有七岁啊 他的严妇把我送去了精神病院 妈妈 妈妈 我们两个人 就再也没见过我们了 我的天哪 完全懵了 这完全不是同一件事 而且你确定他们说的 是一个故事 我确定 因为他们提到了同一个人 我奶奶这两年身体不太好 我现在在她的养老院做医疗顾问 方便照顾她一些 佳辉是我一手带搭的 其实我跟云奶奶 没有学员关系 云奶奶 就是我们见过的那个 自从那天以后 云奶奶就把佳辉 当成自己的孩子养了 那那个男人呢 那个男人又是谁 叶佳辉的说法里 似乎没有提到过那个男人 这是我非常疑惑的一点 如果把两种故事拼起来 我想真相识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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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妈妈妈妈妈 妈妈妈 她的养父把我送去了今生病 养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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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佳辉的养父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 也就是说她的妈妈 没有抛弃小叶佳辉 而是被这个养父强行 带到今生病院的 可是叶佳辉 她为什么会那么憨恨她呢 这个人是谁呢 是姬教授吗 不可能 我相信教授 所以傅堂嘴里佳辉的养父 肯定不是教授 应该是练有器人 太神秘了 难怪我当时怎么查也查不到她的家庭背景 她到底是谁 佳辉为什么要隐瞒她的身份呢